ThinkBook 16家是你们投票最高的 我是在官网买到的刷了N4才买到这个6800H的版本 6600H呢我很容易就买到了 但是在开箱红米的时候发现6600H的核显很差 我就把6600H给退掉了 价格呢不算便宜也不算贵 5499比它贵的有5999的占X 比它便宜的有小型L14plus4999 我建议大家大家不要考虑任何6600H核显的机器 独显的机器没问题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这些的包装我还买了14家 但14家到现在还没发货 要等7月份 14家比的还难买到 我是在直播间蹲到的 D壳的长脚垫进风口 这些右侧A口网卡锁孔SD卡槽 这个里面是一个隐藏式的USB A口 左边两个C口一个A口HDMI耳机耳麦口 那一共有两个C口三个A口可以单手开合的 这是屏开合的角度 屏算是三面这边框底部也不到一指 机身明显比较薄 钢性正常 电源按键明显的段落感 有咔嚓咔嚓的声音 键盘的布局和拯救者很像 很正常的轻薄笨的手感 和ThinkPad的一毛钱关系没有 触摸板大大的 手感OK 电源适配器100瓦 C口370克1830克算重的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CPU是8赫16线程 16兆的3G缓存 相对于5800H就上一代CPU提升很小 内存算是一个提升支持DDR5了 这是6400的双通道 感觉ThinkPad是亲儿子 硬盘是三星的PM9A1 支持P3E 4.0 512G 无线网卡是锐域的8852BE支持WiFi6 评不知道是哪家生产 是2560×1600的分辨率 16比10的比例 120赫兹刷新率 核显你们已经很熟悉了 是768的核心数 相对于上一代提升非常大 主板的BIOS更新到最新版 官网最新的是36 我已经收到37了 你们会晚一点收到 这个机器可以更新USB4 靠近我们的C口 就是更新过以后就是USB4 跑一下工业软件 这个最费时间我要先下班 我做了表 表格里面红色好绿色不好 最后一行是一个台式机的专业卡不谈 只是给你们做参考的 对比的机型里面有1650的独显 和MX570的独显 有一个主观的体验 就AMD的CPU在一瞬间高负载的时候 鼠标箱被粘住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在我记忆中 在英特尔的CPU的机型上 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CPU的跑分 R15是2038 R20是4785 都低于小星Pro是6 高于ZenX R23多核 跑10分钟是R2350分 红米的14寸的机器高4.8% 小星Pro16高5.5% 惠普的ZenX低6.6% 小星L14plus低12.3% 单核式1518分 AMD机型都差不多 英特尔会高很多 老版鲁大师说是可以吃鸡 让我炫耀一下 CPU164核显11万8 新版鲁大师总分107万分 CPU59万 核显15万9 内存45G每秒 107.5纳秒的延迟 连续跑30拉15 这个表现比小星L14plus好太多了 最大值是2022 最小值是1945 就下去一轮很快就恢复正常到2000左右了 我印象中在BIOS里面有一个增强的野兽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叫做超增压功能 又跑了一遍12356 比刚才高了6分而已 完全可以忽略我再调回来 调回来 因为这个功能只能在BIOS里面打开 大多数机器的用户根本不知道BIOS是什么 CPUZ的跑分 硬盘的跑分 键盘A到L是164毫米 比正常的机器短5毫米 小小的意外 3DMark核显的跑分是2636分 刚好和红米的MX550是一样的跑分 是所有的R7 6800所有的同类型的机器里面跑分最高的 小新Pro16应该算是比较性能范的机器了 那还低了2.4% 红米低9.4% ZenX惠普的那个机器低14.6% 可是工厂剪视频的时间是170秒 红米更快 小新Pro16更快 ZenX慢一秒钟可以忽略 小新Air14plus慢很多 用剪音导出4K60帧视频 99秒完成 在几个6800的中间 刺客信条引领电最低画质 你说游戏公司监控的像我这样的用户 从来只跑这个界面 他会怎么想 51帧已经彻底的干掉了MX550的独显 占X是39帧 红米Pro14是45帧 小新Pro16高一帧可以忽略 红米的RTX2050是71帧高39% CSGO的最低画质 说驱动超时跳出来了 AMD核显就这个味道 独显很少有问题 完了又卡着不动了 还是提示这个程序超时机器没死 游戏死了 又跑了一遍 这回我没有走开 我是盯着它跑完的 你们应该知道双缝干涉实验 就一样的道理 我盯着它 它就不一样的态 其他的所有的6800H 都比这个要低 都是100多帧 你像战X是150帧 比这个低了28% 古墨令的最低画质 66帧也还不错 战X是49帧 低了蛮多 再次比MX570和MX550的独显还高 RTX2050高很多是102帧 那整体来说 这个机器的游戏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下面再看了 单烤CPU刚刚开始的一瞬间 嗯看不出来 现在有显示了45瓦3.65G78度 18分钟过去了 现在还是73度3.7G 一直保持在45 现在开始双烤 核显的频率还可以1.36G左右 环境温度23.8度 我刚才出去的 考骑了很久 一小时26分钟了已经 现在CPU的频率在3.35G左右 45瓦69度 核显的频率在1.35G左右 63度 频率还可以 噪音非常小 在人的位置50.4分贝 在机身上57分贝 操线板上76瓦 停下了CPU单烤显卡 立马变成2.2G了 52度 原生的中画质 1920×1200的分辨率 其他应该没什么了 操作感受完全没问题 非常跟手的状态 核显的频率一直保持在 基本上保持在 不是一直保持在2.2G CPU的频率在3.0G到4.5G之间 不一定 你们让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它和赛尔达一样 有耐力的显示值 好不容易爬上来了 但前面有一个妖怪 赛尔达也有前面那个洞 可以进去完成任务 类似的东西 赛尔达还有那个洞 可以在空中飞 这个好像没有 关掉动态模糊和体积物打开 我再试试看 画面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但是好像操作跟手了一点 绝对求生1920×1200的三极致 现在帧数在80几帧 操作感受完全没问题 核显的频率在2.0G左右 CPU的频率在1.4G到到多少呢 到2.6G之间不一定 好像又是一个新地图 挺讨厌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跑一跑拉倒了 好了在这个画质下 现在落地以后帧数在60帧 出头一点60帧左右吧 最关键操作感受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跟手的状态 不跑英雄联盟呢 是因为有一些平台 这个会审核不通过 坦克世界画质设置是中1920×1200的分辨率 GTI5是一个不被允许的游戏 有可能审核不通过 有可能限制 有可能封号 会怎么处理呢 完全看别人想对你怎么做 你不能把自己被别人去拿捏着 你像我这样招人恨的 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所以点名这种游戏的 往往很可能是一个坏人 279工程进了一个8G房 挺好的操作感受很好 显卡的频率在2.2G CPU频率也很好 在2.9G到4.0G之间 帧数也非常好 在100帧出头一点 刚好是坦克世界适合的帧数 我现在已经外接了一个雷电的显卡屋 已经可以正常的显示了 显示的模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景内屏景外屏扩展或者复制 这个显卡屋里面有一个 RX6600的8G的显卡 外接以后跑老版鲁达士 是26万的显卡的跑分 外接以后新版的鲁达士 是115万的总分 显卡是266000分 CPU56万分 再跑一次原神 图像质量是最高 最高吧 应该是对 最高 然后2560x1440的分辨率 这个游戏的最高也就60帧 所以已经没有更明显的感知了 外接的独显操作感受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CPU频率也挺好 在3.0G到4.4G了 CPU频率高的是因为 核显已经不干活了 是外接的显卡在干活 我用Windows自己录一段游戏视频 有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卡顿感 坦克世界再来一次 这是1920x1080 最高的画质 现在帧数在90帧到100帧之间 显卡无我们网店有货 但只建议完全不差钱的用户买 灭感觉 开的 屏幕亮度 377 477 433 417 446 384 415441 420 414 不插电用小雪花的性能模式跑223多核10分钟 11387分比刚才插子电降低了1000分 现在待机时间是6小时16分钟 这些拆开以后这是缩进去的USB-A口 这是主硬盘 对应硬盘位置有一个导车贴 把硬盘的温度传给金属的D壳 两片扬声器 71瓦时的大电池两条热管两个风扇两个出风口 主板上有空的捍位是给独显的版本的 无线网卡内存是板载不用说什么 这个是第二个硬盘位置重盘的位置2280 有人说重盘的位置能不能上两T的固态硬盘 我手里是一个英瑞达的P2两T 基本上现代的机器只要4个接口都可以上两T 告诉你不行的那些客服 他是怕承担责任而已 装硬盘非常简单的插上去扭上螺丝就OK了 一般来说再贴个导致贴就OK了 从这两天开始我们的网店默认送这个导致贴了 各种各样可以加装的硬盘我们的网店都有 这是这块两T硬盘的跑分 因为是QLC只建议作为重盘来用 忘了给你们听一下盒盖的声音 这个机器让小星Pro16几乎没有存在价值 也许性能比小星差一点点 但是机器整体碾压小星 如果他的英特尔版本的核显是短板 那么这一代MD的核显的强悍 补足了这个短板 昨天公众号有人问说 是不是厂家故意跟小星差异化 其实不是的 你们有人在企业上班的 你会不会给其他楼层的同事去让客户 会不会 有时候同事之间的竞争 远胜于品牌和品牌 厂家和厂家之间的竞争 很久没有一个屏键盘接口 扩展性能重量颜值 包括价格这么均衡和完美的机器了 很难得 缺点也有 第一个是MD核显驱动的国 这是老问题了 实测过程中你们也看到了 第二个是核盖以后上下不对齐 第三个商用的机器一年保修 其他就没什么了 优缺点都给你们陈述完毕了 最后开箱机折价 加了两期的过来硬盘 以后是60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了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所有开箱机器的点名预告和汇总 都在我们公众号里 欢迎关注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